出走台中 哪兩房價錢買南投千萬別墅當大爺 在台中買間大樓 價錢都可以在南投買到新透天 還擁有好的生活品質 看準南投現在是台中民眾 向外買屋第一站 福寶機構近年從台中 轉向草屯民間等地推案 台中市的地價 還有房價節節高升 很多建商不得不往周邊去開發土地 當初來開發這塊土地的時候 它是最靠近交流道的一塊建地 從這塊基地到交流道 它僅僅3分鐘的時間 所以當我們在開發這塊土地的時候 我們就有一個想法的概念 這塊基地可以結合 整個30分鐘大台中的生活圈 市場民間鄉線上建案以透天別墅為主流 個案規模介於10至20戶之間 總案量出估還不及50戶 主力總價千萬元上下 最貴也有大地平電梯豪數 幾戶賣到近2000萬 在產品定位方面 我們當初就設定到可以把你的新台幣的價值更極大化 就是說你可以用市中心市區裡面的公益價 買到我們這邊的偷天別墅 近期最新公開指標案幸福愛家 總戶數18戶總銷兩億元 是當地少見規模建案 地上四層樓日式建築戶戶雙車位 共18戶住家 地坪21.5至63坪 建坪47至86坪 總價940至1690萬元 進駐不到一個月 銷售就有四戶 全案以10價登陸2.0不二價銷售 產品規劃方面呢 我們就把整個 台中市重劃區的規格的建材配備 都淘到這個案子上面來 雖然民間是一個比較小的鄉鎮地區 那我們希望把好的建材配備 都帶到這個個案上 讓民間地區這附近的消費者 他可以買到一個價值高於價錢的產品 對於當地市況業者分析 民間房市過去相對封閉 房價波動起伏不大 但生活機能充足 有麥當勞 必勝客等連鎖餐飲 生活愜意 因民間不少土地在都市計劃之外 在這波政府達房 記出現代土建融措施之下 促使開發資金轉向致尺 避免貸款受限資金運用更彈性 民間在地新屋需求強烈 不少特定農業區地價每坪 單價仍是10萬元內 因此即使公廟雙雙暴漲 還能蓋出相對不貴的建案 目前新屋都有主力千萬左右 中古別墅約700萬元上下 價差還不算很大 CP值甚高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